大家好,我是明白 我们这一节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大概内容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介绍一个软件 叫做WebScript WebScript是什么呢? 大家看下面 WebScript是一个Chrome浏览器的插件 它能做到批量自动化的采集网页上的数据 这块也叫做扒虫 它可以实现用编程实现的一些扒虫功能 WebScript它能做什么呢? 它可以抓哪些数据? 它可以抓 基本上就是网页端99%的数据 它都可以抓到 比如58层虫 大众点评 美团链家 或者是公众号 简书 豆瓣 知乎 微博 淘宝天猫 严选 小红书 这类电商网站 这块的公众号也指的是 浏览器上 可以显示的那种 公众号列表 标 就是文章列表 移动端的APP数据 它是抓不了的 除非这个移动端APP 它有网页版的 也有网页版的这种展现形式 说了webscube能做什么 我们当然也要讲一下webscube它不能做什么 webscube它虽然是一个爬虫古女 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编程 比如它没有搜索功能 如果你们要在搜索引擎 抓一些搜索结果的话 你必须先在搜索引擎 比如你在谷歌搜索比特币 它可以将你搜索搜索出来的这些结果 全部抓取下来 但它自己不会搜索 不能说交给帕虫一个关键词 让它自己去搜索 然后把结果抓下来 搜索这个动作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做 它也没有定时功能 之前就有同学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每天设定一个任务 让它定时去执行 webscube它还暂时没有定时这个功能 我们就只能就是如果设置好一个规则 我们如果每天需要哪个时间点去抓的话 就需要自己去点一下抓取 它也没有就是实时监控的功能 当然它也没有分析数据的功能 我们只能将用使用webscube 将一些数据抓取到excel里面 然后接下来一些分析工作 就我们自己在excel里面分析 比如按谋略排序啊 或者什么样的按销量排序等等 再就是webscube不是黑客 就是有些如果是在服务器端的一些数据 我们是看不到的 帕虫它只能抓取到 就是网页上能看到的数据 它才能抓到 webscube它相比于其他一些 公民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点它是免费的 就是不会说就是后续出现什么 当然也不一定 不过它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免费的 再就是它跨平台 Mac和Windows包括Linux都可以用 只用在Google 6.7上装一个插件 再就是它容易学 它不管就是抓什么网站 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步骤 而且选配置网页的 就是针对不同的网页 我们要设置不同的抓取规则 这抓取规则其实也有一定的通用性 它的功能也比较强大 除了就是静态的网页 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你下拉加载更多 点击加载更多 这就是自动翻页这种功能 它都可以自动自动化的模拟我们的鼠标 或者模拟我们的点击 点击鼠标这些功能 Labscoe适合什么人群呢 第一点适合运营人群 运营人我们通常需要采集一些数据 做数据分析 如果我们 有时候需要 在知识上看一下 我们最近 比如说某个关键字的帖子 就哪个帖子的热度 有多少人关注 有多少个评论 有多少人点赞等等 产品的话 也需要 这个功能也可以 这个插件也可以有一定的 帮助 我们之前第一期有一个 百度的产品经理听了这个课 就将这个国内推荐给他们团队 一直用的比较好 抓自己产品的一些评论 或者抓竞评的一些评论 都是 可以提高很多效率的 新媒体也可以用 抓公众号的标题 抓 剪输或者抓头条 我们之前第一期也有一个同学 他是 做头条的 他用这个工具抓取了 某个大号的 所有 历史的文章标题 还有点赞数 评论数等 然后他通过这些点赞数 分析出了 这个人 写哪个话题 比较火 就是 将这个 大号从 默默无名到火起来 这个 就是写 某个类型的话题 火起来 就很明显的 就可以分析出来 然后他也可以模仿 这类标题 再就是 电商万贸 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淘宝 我们如果要抓 某个 某种类型的 商品 我们就可以 先可以搜索一下 关键字 搜索出来的 这比如说 几百家 或者几千家 店铺 我们就可以将他的 店名销量 还有评论数 都可以给抓下来 以此来判断一下 这些店铺的 一些 活跃度吧 再还可以去一些 贴吧 或者一些 店商藏区的 网站看一看 将那些 一些 铁子 按照热度 给抓下来 通过铁子里面 然后分析出 有爆盘 潜质的一些商品 总之就是 你如果在互联网上 需要做 一些收集数据的工作 就可以使用 WebScript来 做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是属于第二版 我们第一版的课程的时候 也是出了第一版了 第二版我们在第一版的内容上 迭代了一次 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形式上 我们第一版是 三节大课 形式是语音加视频 的形式 还有PPT 第二版我们 就 二十一小节 小课 每一课都是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变成了 纯视频的 纯视频的形式 第二点是在内容上 因为在第一期的 两千多个用户 他们就是也 平时抓的网站 也大不相同 就是我们的网站的 抓取的类型 也多了 我们也从中就是挖掘出了 WebScript 更多的一些功能 这些都在第二版的 内容中迭代了一下 第三个是修复了一些 问题 就是在第一版中 有时候在某个 某个点上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块 没有讲清楚 这块比较难 所以在第二版的 这些问题上 我们都会重点再强调一下 讲得更清楚一点 不会让大家就在这些点上 再出现一些什么 就是听不懂之类的 有疑惑的地方 还有就是第四点 我们也在第一版呢 就是迭代中发生了一种 就是很好的答疑形式 就是可以用QQ群 共享电脑桌面 来直播打印 比如说你 大家都说这个网站 很难抓 然后就是 我就抽个 约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 星期三晚上 然后在QQ群里面 就是 共享桌面 共享我的电脑桌面 然后我就是 现场演示一下 这个 这个网站该怎么抓 大家就可以就是 通过QQ群直接看到 我的这个抓取的过程 但我也会把这个 给录屏下来 没有就是 不能及时 看直播的同学 也可以在后续的 那个视频里面看到 OK 这就是我们 第二版的一些 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对这个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目录看一下 我们的 爱惜小姐的目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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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